火鍋 火鍋 位於明泉東路火鍋一級戰區 火鍋取其稀有概念 鹽血珍貴食材 在眾多品牌中勝出 奠定在粉絲心中的地位 我們會投入火鍋主要是因為 台灣人相對很喜歡吃鍋 它是一個很既有的一個飲食文化 那我們取名火鍋這個字 金字旁的這個火 它就是一個稀土的元素 代表比較珍貴食材的意思 所以我們在挑選食材的方面 都會希望是給客人有品牌 有保證的一個食材 包含我們結合了台灣的一些在地小農 有一些像是救好豬的品牌 蘇康雞的品牌 這就是台灣大企業 他們有產銷履歷的 每一個在飼養的過程中 都是給這些 不管是雞或者是豬他們一個良好的環境 不與坊間吃到飽為主的品牌競爭 堅持挑選產地直送的海鮮 及高檔肉品 以海陸雙主餐的方式呈現 最後面我們決定的話是希望 可以給客人海鮮跟肉品 一個雙重主餐的方式去做享受 所以我們在餐品的設計上面來講 就是一個海陸雙主餐的方面 可以讓客人一次就享受到 有海鮮也有肉盤 在火鍋上面來講 可以去做到這樣子雙重的享受 火蹄海鮮我想是我們火鍋的主打之一 所以因為火蹄的海鮮 我們有再去打造了一個五尺 雙巢的一個水族香方式 在養殖方面 可以讓這些 不管是雪場蟹 波士頓龍蝦 或者是黃金蟹 他們都可以在一個 適合他們的環境下面 能夠去養殖他們 連細節都相當用心 火鍋搭配的松露醬油 及柚子奇異果醋 都可帶出食材的鮮甜味 我們主要的話 會有一個1299的雙人主餐 那雙人主餐的方式的話 會有一隻火體的波士頓龍蝦 再搭配我們的鱸魚 跟綜合花枝醬 這些都是台灣在地食材 昆布的話 我想是我們店裡面 很大的特色之一 因為我們選用的昆布 是日本的京都會做 懷石料理的立考昆布 那它是日本三大昆布之一 那我們有再加入了豬大骨之後 有一個是我們店裡面的 招牌的特色 是豚骨豆乳 我們用豬大骨去加入了 義美的無糖豆漿 裝潢方面 我們希望打造出來 是一個有工業風的 它是一個有溫暖的一種木質 去做一些元素 讓客人在這個地方來講 包含它就可以用餐的時候 是很舒服的 包含店內的音樂挑選的話 我們都是屬於比較 一些爵士樂的方式 可以很輕鬆的來使用火鍋的這個食材 吃完了火鍋 別忘了來一份 米其林主廚指定使用的 西班牙進口冰淇淋 為這一頓頂級食材 畫下完美End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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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